無路中途很清楚告訴我們 信仰要需要由這個聆聽得到 實際上教會的使命 就是要將知識的福音、基督的信息 經由言語、經由這些傳媒 去到所有我們的兄弟、姊妹 甚至去到整個世界 所以傳福音根本是教會的基本要求 都是基督的命令 當然全部都有很多方法、途經 在學校相信我們還在做 甚至有很多工作 經由這些宗教課程、宗教禮儀 尤其是在這裡有這些聖聖制 這些制制都是一個途經 來將福音、訊息給我們的近人、兄弟、姊妹 當然這個傳媒福音不是簡單 也不是容易的事 甚至有它的困難、有它的挑戰 通常由香港人問 你又講耶穌了 有多難跟人家講關於基督的道理、 關於這些做人之道 一講這些就有這些說法 從一國度來講 真理講耶穌就是講道理、講真理 你講上耶穌就可以講壞的事 講不好的事 否則我已經講也不是真正的宣揚基督的福音 可能今次今日或者沒有那麼時刻 以前都在香港 也沒有少許有所謂的邪教 這些邪教的意思 他們就將這些可以說 但所謂的天主的事態 曲解了受之中完全違反人性、違反道德的言論、宣揚 這真是破壞了耶穌道理的內閣 其實耶穌道一定是教我們做好 教我們如何活出一個真正做人之道 所以你只要看你所聽的是否合乎 這個倫理、道德、合乎人的應有的行動、有的做法 我們可以相信這些言論才是好或是不好的 這方面我們要盡量宣揚主耶穌基督 首先你們作為學生的 也不一定沒有經歷講耶穌 也不一定你隨便大力講 就是因為你的言論、做法、對人的態度 指示出你有一份人愛、善良、職能、職能 這其實就是宣揚主耶穌 所以你不用怕 沒有機會講道理 每一個行動就是一篇道理 所以當你在課室很常聽書 有幾個同學或是小朋友打電影 你才是經濟過常 我們現在聽書 我們現在留心聽課 這就是一個講道、一個書道 你將這個好的言論 不單止自己做 都是希望其他同學、自己的人都做得到 其實是正在做這個宣講的 所以我們善用我們每一天的時光 每一個分秒都在這裡宣揚耶穌基督 請我們良好的言論 特別我們這份的見證 做一個好救生、做一個好的公民 去見證我們的生活 其實可以說是見證耶穌基督 提到宣揚祂的福音 那麼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